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谭校长原来有两个太太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作为香港乐台教父的谭永玲 她第一龄横跨20世纪60年代 至新世纪5个年代 截至2017年 她发行的专辑超过130张 创作的词曲超过100首 获得香港乐台最高荣誉奖金真奖 曾创作《爱的根源》 《物质烈》《爱情陷阱》《讲不出再见》《执心当玩偶》《朋友》《半梦半醒》之间等经典歌曲 在那个年代大街小巷都在播放 谭永玲的销量1995年 香港本地是2000万张 演唱会红管力是第一 各地总演唱会 记录在整个花人乐坛 应该仅次于江雪永 但没有统计温拿 左林又林 总都是香港第一的 除了歌唱事业以外 谭永玲还拍摄了许多电影 《黄金少年》 左林又林 财神等等 1981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 获得第18届泰兰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在那个年代谭校长拿到了音乐和演艺界最高的奖项 名副其实的双人影帝歌选 谭校长不仅是业上非常的成功 在感情生活上也是让人非常的惊讶 1974年谭永玲和妻子杨洁威相识 杨洁威人是化妆品公司的美容顾问 对舞台形象 出场服装等 均有自己的独特审美眼光 后来进而学舞蹈设计 舞美编排 灯光调度 成为一名艺术策划者 杨洁威和谭永玲相识于一家夜总会 两人相恋后 他便辞职 专心将精力投在谭永玲身上 谭永玲一旦开演唱会 拍唱片广告一支拍电影 都由杨洁威与影形象设计 1981年 谭永玲和杨洁威在拉斯维加斯朱策结婚 1993年杨洁威丧父 富翁开登去谭永玲 夫妻关系才公开 但结婚多年来二人一直没有孩子 据说是因为年轻时 妻子沙丽流产 导致后面不能生育 由于杨洁威沙丽不能生育 朱永廷闯入为谭永玲生儿子传宗接待 一开始 杨洁威对于丈夫的朱鬼非常生气 不肯原谅 据透露 正是杨洁威多年来一直不满意朱孝晴的第三者身份 为此更与谭永玲争吵过无数次 最后心灰意冷之下 更安置至连静悦常去潜心修佛 但谭永玲实意的财产控制权 仍然掌握在其手中 谭永玲公开承认情妇及私生子 称是为原老父亲的医院 并跟朱永廷与谭小峰的名字 写进谭永玲父亲去世的符文中 令杨洁威深感丈夫被完全抢走 伤心欲绝 2008年有媒体传出杨洁威 一顿误人声 看透世事 从情商中走出 削发修行 不入空门 成就谭永玲与朱永廷 而在 谭永玲61岁生日时 在香港中还设言与佳人 朋友庆祝 当晚朱永廷还给谭永玲母亲进茶 尽管谭永玲没有明说犯局的用意 但这些举措都令大家心知肚明 看来小老婆终于转正了 而谭永玲的十亿资产管理权 也落到了朱永廷的手中 朱永廷为谭永玲带下儿子谭小峰 孩子满月那天 朱永廷让谭永玲陪伴一同抱孩子出去晒太阳 谭永玲戴上墨镜 把帽颜拉得滴滴的 谁知还是被记者拍的照片 第二日登上个大娱乐板头条 闹得满城风雨 谭永玲对独生子谭小峰十分疼爱 谭小峰不但外表高达英俊 还遗传了谭永玲的音乐天赋 谭钢琴 吉他 打鼓 样样精通 据称环球唱片想抢签谭小峰做歌手 但被谭永玲一口拒绝 2011年 谭小峰考选了香港石油状 随后谭永玲送其赴英国求学 2013年 谭小峰又一把尖成绩 报考了世界顶级学服牛津大学 关于这段三角变形谭小长也曾公开表示 自己年轻时 犯了错 当时只是为了完成父亲的情愿 可没想到伤了两个女人 同时游离在两个女人身边 也确实是非常的累 两边都无法给予幸福 希望今后的年轻人千万不要学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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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